突发,谷中城火灾商场暂时关闭 损失占无法估计,IGP产托经跌3% 还有哪些上市公司将受牵连呢?下跌可以捞底吗? 点个订阅,我来解读和分析 谷中城购物广场今早发生火灾 医保花园产托,IGPRIGHT 5227,主板产托股股价一度经跌3% 谷中城和毗林的花园广场 是医保花园产托管理的产业 今早11时左右起 谷中城火灾的照片和视频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广传 该产托股价也急剧下挫 最低达到1.63仙 相当于下跌5仙或2.98% 微随后股价已经走稳 中午休市时暴在1.64令吉 跌4仙或2.38% 医保花园产托过去数天都处于下跌趋势 4个交易日内已经从高点下坠约8% 管理着两家八升股内广受欢迎零售广场的医保花园产托 一直被认为是一家优质产托 随着股价大幅下挫 该股当前的周息率已经高达6% 但此次火灾对该产托业绩会带来多大伤害 伤未能估算 股中城购物广场确认 今早的火灾并未酿成任何伤亡 并将暂时关闭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管理股中城的医保花园产托 Igbrite 5227 主板产托股 今午透过马交所 公告早上火灾的最新详情 此外 相关公司医保花园商业产托 Igbrite 5299 主板产托股 以及医保金石统一 Igbrite 5606 主板产业股 也同时在马交所发布相同的文告 医保花园集团 还有一个Igbrite 5606 主板房地产股 这三个股票都会受到牵连而大跌吗 今天的下跌只是个开始 还是可以趁低买入 接下来我来用图形来做分析 从Igbrite 医保花园产托走势来看 今天最高跌3%以上 但是收市收复实地 仅跌1.19% 刚好主机到了前面低点 1.64令吉支撑位 若此位不破还有希望启动 一旦接下来将此位跌破 容易沦为下降趋势 我们再来看5299 Igbrite Commercial Real Estate Trust 提保花园商业信托 从这个股票的周线走势来看 上市时间不久 2021年9月份到现在还不满两年 还是一个次新股 不过价格走势呈现下降趋势 我们可以用下降通道线来做买卖的标准 今天小跌0.9% 但还有下跌空间 只有跌到下通道线 0.495附近 才容易止跌 所以密切关注这个点位 我们再来看第三只 5606 Igbrite 它的股价会大跌吗 从今天它对于大火的反应来看 表现比较平静 仅小跌0.67% 是三个里面跌最少的 而且还没有跌破布林线中轨 若明天就能止跌收阳线就没事了 因为目前还没有办法评估损失 后期多快能恢复营业不知道 期间跟股中城租户 以及EB集团造成多少损失 也暂时无法估量 等后面报告具体的损失数额后 股价或许有更大的下跌 公告确认 此次火灾起源于该广场外部的国能变电站 随后局势被紧急响应小组 控制 消整人员于10时42分抵达 并扑灭火势 截至上午11时38分 我们确认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消整局目前正在现场进行必要的调查工作 以确保场所安全 该广场的电力引以暂时中断 直到当局授权恢复供电 股中城将暂时关闭 直到另行通知为止 对于任何不便 我们深表歉意 并重申购物者和顾客的安全 是我们的首要关注 对此你怎么看呢 EGB股价可以趁低捞底吗 欢迎留言评论 共同学习和进步 这里是谷歌讲股 祝愿订阅我频道的每一位股友 抓到大牛股 天天赚钱 喜欢这个影片 不要忘记转发和点赞 我们下一个影片见 感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